来 做好准备 第一位 刚回国两个多月 不了解国内的行业 不了解就是我具体可以做什么 方向很明确 努力的就比较快 所以我现在就是急需做一个职业规划 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十二位老板都很有经验嘛 我希望他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可以适合做什么 并且有发展的一个行业 大家好 我叫邓丽莎 今年25岁 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 我的本科和硕士 都就读于美国康涅迪格大学 会计专业 我有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希望寻求一份 跟会计相关的工作 但并不局限于会计类 如果各位老板觉得 我的经历和性格 更适合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 我非常愿意考虑 谢谢大家 欢迎丽莎 丽莎是哪年去的美国 03年3月份去的美国 那会儿还小 那时候上初三 上初三 对 所以高中也是在美国完成的 对 本科学了四年吧 本科四年的课程 我三年就完成了 硕士呢 硕士一年 一年 就一共学了四年 工作两年 对 这六年的经验 都是和财务有关的 在美国有工作 有 是在美国的注册会计事务所 KPMG 中文叫做币马威 在这块来做 做 主要是负责税务方面的工作 因为有那个美国的注册会计证 对 但是现在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那工作好好的嘛 对 收入怎么样 收入也不错 大概 年薪大概在六万美金 六万美金 对 六万美金在美国是一个什么水平 大学毕业来讲 应该是算一个很不错的水平 还不错了 对 如果按照注册会计的这个路径来发展 应该很顺畅 对不对 对 怎么想到回国找工作 本来也是打算就是在美国一直这样走下去的 但是因为我结婚了 然后有了孩子 然后老公决定回国发展 所以我就跟他回来了 他有工作吗 在美国 当时没有工作 但他有学一些语言方面的课程 好 他在美国一直没有工作 而你在美国呢 是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今天那个顾佳的男的也在现场 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 对于你的外屏和气质 你真的挺适合在家里工作的 哎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你在拖人家后腿 就是我现在手里有一些想法 我会已经开始在全国 有的时候走到外地去考察 去看一看我这个行业 别人是怎么做的 我跟你说你小心啊 你媳妇在这块找工作 人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你个老爷们在家 人家挣钱 你光光地往外造 投资 你小心啊 投资取谨慎啊 谢谢老师 请坐 坐吧 丽莎为了家庭 最后终于选择回来了 回来之后马上就要找工作 但是你刚才说 尤其是你前面的经历 都是和会计有关 和财务有关吗 对不对 对 全职工作是和学校学的 都是跟会计有关的 对 今天是不是就 你刚才说 也可以不是这个方向 对 如果不是这个方向 太可惜了吧 自己是这样觉得 但是如果有老板觉得 哎呀我就应该放弃这块 在我身上看到其他的优点 我比较比如说 哎呀你就适合做销售 或者怎样怎样 我应该会谨慎地考虑 最后一个问题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 我是希望能够在大连 不知道各位老板 有没有就是一些 就是扩展啊 大连是第一选择 对对对 第一选择 如果没有大连 如果没有大连 北京是第二选择 其他地方应该是不考虑 好 第一选择 大连 没有大连 北京是第一选择 出差呢 出差也可以 但希望相对时间 稍微少一点吧 因为毕竟有家庭 好 希望回去看看孩子 好 就这么一个情况 来月明 你好 你好 我们就先讲一下财务吧 因为你在美国 其实财务的工作 也工作有一两年的时间 讲一下这部分 咱们别说 我主要是税务方向 就具体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在美国 主要做的是 美国税务方面 就是美国的联邦税 包括一些州税 就是美国的企业 每年要向联邦政府 给提供他们的财务资料 然后要报税 我们互动一下 因为我可能在信息上 对你有一个理解 我不知道这个理解 是否有误区 我想从你在赌产的经验里面 去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 我看你能适应的新的行业 对 你在赌产里的很多优势 好 这样 既然子健说到赌场 就是在你的这个简历里面 填到了赌场 赌场是份什么经历 第一 第二 在赌场的那份工作里面 体现了我的什么能力 好吧 黎莎 来 赌场的工作 是从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做的 当时在赌场就是发牌 然后就是赌场会招揽客人啊什么 我只是负责在桌上组织游戏 然后跟客人打招呼 让每个人都尽量的开心 当然有的客人输了钱 他会很不高兴 我也只能尽我的能力去安慰他 使他高兴 不要发脾气 我 我是一个排品 非常差的一个赌客 是吧 输完钱之后 就摔摔打打 骂骂咧咧啊 是吧 然后就谁赢了钱 我就死给他看啊 对吗 对 扔了 你会怎么样 不是 我就只能说 先生对不起 这实在不是我能控制的 如果我能控制牌 我肯定让你赢 我说再说我能控制 我也不会在这发牌了 是吧 我说这个东西 我没有对你生气姑娘 我是对旁边那个赢钱的 那个人 真的很抱歉 那这个东西 能让他离开这桌吗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实在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每个都是客人 我们实在不能这样 请他离开 但是 你看着他一直从我兜里拿钱 你觉得老天有眼吗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现在收了钱 心里很不舒服 要不然你出去稍微走一圈 清亮清亮 我在你这儿输了钱 然后最后就被你赶出去 不是不是不是 先生 不要这样理解 只是让你出去 稍微放松一下心情 喝一点东西 然后这样你再回来 心情会好很多 喝水免费吗 免费免费 那给我来点水吧 我不走 你姑娘 你叫人去 帮我弄点水 马上 然后就可以 所以她 她是觉得自己有 或者这么说 丽莎觉得在赌场 能够比较好的 展现自己 与人沟通的能力 你如果说 我觉得你的性格 可能比较适合 做市场公关这一类的 但是因为你没有 相关的工作经验 可能就是一个 专员或者主管一级 那个工资可能 就不是特别高 你的期望是 木爷 我一般是 劝人转行的 但是丽莎 我真不劝她转行 因为她在国外 读完了这个硕士 这个会计的硕士 而且会计 应该是一个发展 这个需求很大的 一个行业 是的 你回到中国来 因为中国很多公司 在美国上市 慢慢地用 GAP 美国准则 对 所以说你有很多优势 你觉得你到国内来做 除了你这个 懂美国会计准则以外 你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劣势 你感觉 如果还是做财务工作 我想我的优势是 对国外的方面 要懂得比较多 英文方面应该会 也稍有优势 我的这个专业知识 都是用英文学的 如果真的是在国内 跟就是中国人 重新做这方面的话 我还需要 重新稍微适应一下 好 你现在对收入的 预想值是多少 我的底线 我想是一个月一万 税后一万 税后一万 对 所以你如果要是 去做一个市场 市场的工作 而市场你又不了解 你如果是从一个基础岗位 学着开始 那么不会给你一万的 有说五千 对 所以我说我没有必要 一定要转行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 找财务工作 咱们就锁定在财务行 我觉得 姚金波他一直是一种 理科生的思维 就是说他觉得你以前 积累的这个学历 或者工作经历 特别的宝贵 我觉得这也对 但是你要想清楚 如果说你再做十年的会计 你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会非常开心吗 作为一个已经学了二十年 干了二十年会计的人 坐在这跟你说 虽然这个行 我也不喜欢 但我们也能从中 取得很大的乐趣 关键这个人的心态 我是为人家这个问题 不是 我觉得 他本身就是一个 兴趣很广泛的人 我也是一个兴趣 很广泛的人 你看到我 你后来没有做会计 虽然你截止到目前为止 怀者你一句话没说呢 但是你觉得 你的心是和他 跃动在一起的 我看到这些 就是兴趣非常广泛 并且又觉得 我自己不想把自己 全又在这么一个 会计这小圈子里的人 我都感到有功名 好的 我强烈建议 这个Lisha不能改行 因为你这个经验 未来很多公司都会用上 假如像我们公司 去美国上市都会用上 所以我建议 比如说像怀哲 今天他是在 会计师事务所 这样的机构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你可以在那 熟悉很多的事 所以你千万别听 他们说 因为你今天长得漂亮 所以你可以去干别的 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的 但你20年以后 你是老乡 又怎么样呢 对吧 我相信你的这个专业 和你在毕马 会的经验 你千万别转行 先不问问题了 怀哲 先不问问题了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就这么个情况 而且人家上来之后 把心情要求都已经 提得很清楚了 我还是那句话 咱老板 你要是能给 你就留 你要是不能给 你说别人 你最后光光留最后 留到最后说 我还是给你五千 咱们不玩那种游戏 综合考虑 对求职者的负责 和对自身企业的负责 十二位 是去是留 选择 人才 如果摆错位置 就是庸才 你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比如说你今天 到了另外一个企业区 你做了市场 做了其他的 对你来讲 非常的不划算 所以给你的建议 就真的 不认同你转行 好 谢谢周老师 杜老师 我一般 给建议 只给选手 今天我给选手的 这个家属 也给点建议 可以吧 这个男的派 需要建议了 我觉得在同龄人里边 你是最成功的 这么短的时间 就找到这么好一老婆 孩子也都 问题都解决了 别被这个 中国传统的说 咱老爷们不能在家 你就好好这几年 替他把这孩子养大了 养好了 有时间的时候 去上个什么 家庭沟通啊 防家暴啊 这样的课 然后呢 让他踏踏实实地完成 他进回国的这个转型 我觉得你就是最成功的了 然后再看机会 真的是 而且我告诉你 看我 又是男孩 对不对 对 男孩和爸 对 一块儿成长 别的男孩都没机会 你看你今天从你来到现场 说话坑 痴痴 啰七八糟 的表现来看 你需要和你儿子一起成长 然后当你们一起成长了之后 然后你媳妇在外面 对 你就刚才杜老师说 那课程很重要 你就学习 怎么让他不打你 就给他一个港湾 你懂 好 我懂 不要找工作 不要创业 不要投资 回家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家小伙就想了 我要回家 我回来干嘛来了 我在美国 我就可以回家了 真的 刚刚我一直在听 杜老师 我太赞成了 我就在看 他为什么要回来呢 两个人都从零开始 为什么不一个人 从零开始呢 男人要勇敢点 其实 男人要勇敢点 这是给他的话 如果他们俩都回的 回家 好吧 我们周围很少有男人 那么勇敢地回家 勇敢点 好吧 对不起 很多这样的家人没过 让你给他点建议 你把人家老爷们 叫起来 呼呼来 行吗 好 接着这边 今天你来 让你受委屈了 这边你记住两句话 一个叫入对门 一个叫踩稳船 入对门呢 其实你已经进了四大了 是四大之一 对吧 在中国这四大 甚至每一个一年 都招好几千人 这是不得了的数字 所以你回来 我觉得再进四大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进四大有什么好处 它是国际公司在中国 对 你等于不会有那么大变化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过渡 然后在这里边 完成两件事 一个是完成回 真正回到中国落地的转变 第二个完成 对企业的了解 有机会再去甲方 去甲方 这个时候你学习的机会呢 就是要学习财务的策划 真正你在财务大的领域里边 能做好的是财务策划 CFO CFO跟会计不是一回事 对吧 像CFO那个领域 但是那个你就要回到企业 你看刚才说好的企业 他们的财务都在这四大里边 通过这边了解甲方 将来如果你真的希望 也更有变化的工作 再去甲方 好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路 谢谢 谢谢 所以这是给各位老板的建议 正好我有个问题 我就可以问一下你 你这两年在美国做税 做的是什么税 是做个人税还是做企业税 做企业税 对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目前可能在国内 跟你完全贴边的几乎是零 但是到我倒是觉得 就是以我们是干会计 税务的这些 就是你如果你想回国内来发展的话 那你就是去一个中国的公司 踏踏实实地熟悉一下 中国市场是什么样 中国公司的税是什么样 那么精通中美两方面去税的这种人 才是非常有价值的人 在那个时候 你的机会才真正来 祥林 我是觉得 就像你这种综合素质的人 不管你去做什么 只要你喜欢 你愿意花时间去做 你的学习能力 我感觉是蛮强的 我也认为他没有必要改行 因为会计在中国更是这样 你做得越久 实践经验越强 你未来越含金量高 我要再次 我要追问你一个 你真的是死死地抱住你那一万块钱的底薪 不松口吗 如果要是在北京的话 我想是的 是的 好 在大连的话可以讨论 对 十位 现在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无论你们心里面怎么想 无论你们怎么劝 但最终 最终做决定的其实是丽莎 给还是不给职位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到了丽莎的手里 职位选择 小姐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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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莎 丽莎 我们的财务的副总裁短信还没有回 如果这一期你 你是走没有选择任何一期业的话 那我们底下聊好吗 是 谢谢 谢谢 还有一盏灯亮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亮着 但是它亮着 所以谈钱不上来 职位 杰丽莎 职位是我们集团公司的审计专员 黄予南工作地点是在杭州 对 在杭州 在杭州 但是他刚才已经说了 第一选择是大连 第二选择是北京 除此之外不做考虑 因为为什么呢 他大连到北京的时间 跟我大连到我杭州的时间 几乎是差不多 虽然我这个公司在杭州 有一点不符合你 但是其他的几个条件 我都能答应你 对 我还是那个观点 其实最近我和很多求使者 都交流过这个话 丽莎 第一 在这个平台上 最终找到工作 并不是诉求 诉求是在这个平台上 尤其是你刚回来的时候 找自己 对 希望你通过今天的这个平台上 找到自己 对 好不好 很感谢有这么多老板 给我这样的职业建议 让我不要转行 我也坚定了一下自己的信心 因为刚回来 心里有很多矛盾 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更重要的是 老板们同时还告诉你爱人 你老公 在家里面扶持着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接受还是谢谢 再见 接受还是谢谢 再见 对不起 谢谢 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 上红老师 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希望你适应的速度快一些 对 找到工作之后 跟我们联系一下 好 给我们个姓 好 好不好 好的 家里面孩子长得好的时候 对 弄张照片过来让我们看看 发微博 发微博 好 好 好 再见 李嘉 谢谢 上红老师 谢谢 上红老师 谢谢大家 再见 李嘉 再见 谢谢大家 在我现在比较迷茫的时候 不知道该选择 继续从事会计行业 还是做转行的时候 他们给了我很明白的指路 告诉我应该继续从事自己的行业 在这个行业继续成续联系的 根本的经验以后 会越多远